在众多媒体与广大猫民引颈期盼下 长榮航空第六架Hello Kitty彩绘飞机 也是第一架波音777机型 服务欧美长城航线的Hello Kitty彩绘机 主题定为牵手机 由Kitty带领的19位三利欧家族成员 一起手牵手随着飞机向全世界散播欢乐 而牵手机的首航 就在长榮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亲身担纲机长任务下 顺利抵达洛杉矶 我想乘客都非常享受这次的飞行 因为我们在这么长途的旅程里面 能有Hello Kitty还有其他的这些玩偶相伴 我想每一个旅客来讲都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也感到非常的新奇 长榮航空从2011年陆续推出的 五架Hello Kitty彩绘机只飞亚洲航线 由于广受好评 平均载客率达92% 为长榮亚洲航线创下载客量新高 再加上三立欧家族在欧美市场的粉丝团 有75%是白人 让长榮与三立欧决定再度攜手合作 推出欧美新航线 跟三立欧一起来合作做这个项目 是把两家公司的整个品牌 在全球上在国际的这个策略来讲 是整个都更上到一个另外一个阶层 非常可爱的 像是山里亚的风格 像是床帽子 甚至是食物 也会出现Hello Kitty的形状 所以我非常喜欢它 搭乘Hello Kitty彩绘机的旅客 从Check-in开始就可以感受到 Kitty无所不在的魅力 从登机证 行李牌 座椅投电 抱枕 纸杯 餐具 盥洗用品到空姐的围裙 超过100种服务用品都有Kitty身影 而最让乘客惊喜的莫过于机上餐点 在长榮航空Hello Kitty的班机上 所有你想得到的一切 看得到的一切 通通都是与Kitty有关的 包括它的抱枕 还有电视上播放的荧幕 以及每一餐 你可以看到最棒的就是它的甜点主餐 通通都是Kitty的造型 很精致 很丰富 也很漂亮 绝对可以让每一位乘客 在长达16个小时的飞行途中 都充满着梦幻的快乐感觉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Hello Kitty 厕所里面的用品 然后服务的餐盘 上面都有Hello Kitty的出现 Hello Kitty彩绘机 每周一 四 六 提供洛杉矶飞台北航线 每周三 五 日 则为台北飞洛杉矶航线 未来也将陆续新增纽约或欧洲 等其他航线 要让Kitty伴随更多旅客 度过美好的飞行时光 你现在看到这架超卡哇伊的 长辄航空Hello Kitty班机 将从9月18日开始 飞行于台北和洛杉矶之间 长辄航空希望可以借此拓展北美市场 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主流人士 跟着Kitty还有她的家族 一起手牵手飞向台北 18台新闻宋小云 刘怡君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采访报导 和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采访报导